物二,约行国显得,如来未发大成者说,未发最上成者说,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如来西之世人,西见世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如是人等,即为贺诞如来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何以故,须菩提,若了小法者,卓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急于此经不能听守。 读诵,为人解说,这个金刚经怎么样有这么不可思议的功德呢?如来未发大成者说,因为如来说法,他是应激说的,说金刚经为大成弟子说的,未发最上成者说的,未发大成者说,未发最上成者说,这是指着发心的弟子,未发大成心的人说,未发最上成心的人说,这个如来所说的经,是一样的金刚经,没有两样,未发大成心的人, 就跟他说一个浅的,未发最上成心的人说一个深的,没有两样,看你发心不同,你解的道理就不同,这个发心当然是两种众生,但是心是一个心, 你发大成心,你就是个大成,你发最上成心,你就是个最上成的弟子,大成不是小成,金刚经属于大成,大成怎么有个最上成呢? 大成跟最上成对着讲,大成就是全教大成,最上成就是中教,顿教,原教,所以你看金刚经注解,有地方这两句解成一个道理,也就是如来加重口气,为大成弟子,大成就是最上成,这么解下去,这种人就是没有学教义,天台四教义,他没有学,贤手五教义,他也没有学, 这两个名词他弄不清白,既然有两句发,发大成者说,发最上成者说,其实有两个发,绝不是加重口气,就是真正有这两种人,大成者是全教大成,全教大成就是小,使,中,顿,原的使教,使教里面有两个宗派,一个叫相宗,一个叫空宗,空宗就是属于般若空宗,金刚经属于般若不,正对着使教空宗说的法, 就为那些大成弟子,但是使教属于全教大成,最上成就是使教大成,使教大成,有宗教,顿教,原教,都叫使教大成,就是金刚经通于宗教,他不完全讲二帝的道理,他连中帝的道理都有,所以解释三连句的时候,佛说第一波罗密,即非第一波罗密,是名第一波罗密,解到二帝的道理,就是为大成弟子说的, 解释到三帝的道理,解释到中到第一帝,就是为宗教说的,还有个顿教呢,顿教比宗教更高一步,还有原教,所以金刚经最高深的道理讲到顿教,我们中国禅宗的祖师,从四祖到五祖,从五祖到六祖,都用金刚经来印心,那就是合乎中国顿教禅宗, 但是新演书的注解上说,金刚经密通原教,显明地说,没有说原教的道理,具足一切功德,但是隐含着也通于原教,我的金刚经参考资料说,这个大成,就指着全教大成,按中国的宗教说,就是使教空宗,最上成,就是使教大成,按中国的宗教说,指着顿教禅宗,一定要解释两种道理, 所以你解释三连句的时候,单解释二地不够,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如来西之世人,西见世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这在较量功德,在劝导我们,要我们发大成心,发最上成心,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前面的经文是书写,受持,读诵, 这里把书写含到这里面,受持,读诵,是自立,前面讲了好几个为他人说,这里是广为人说,你一定要多跟人说,就是尽你的力量去说,广为人说,注意这广字,如来西之世人,西见世人,如来的心会知道你这个人,如来的眼会见到你这个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都能成就, 如是人等,即为贺旦如来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那么这个人,绝不是一个人,二个人,叫如是人等,凡是受持,读诵,广为人说的这个人,都叫如是人等,这个人即为贺旦如来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如来的法,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法,贺旦,在背上背起来叫贺,在肩膀上担起来,叫但,这两个字是个比喻,是个形式, 就是你负责任续佛的会命,负责任替佛说法,这个人才是真正佛的弟子,尤其是到了末法时代,不要说不信佛的人,毁谤三宝,信佛的弟子也不能受持,读诵金刚经,也不能广为人说金刚经, 你既然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那么你这个人就是负责任续佛会命的人,负责任替佛说法的人,贺旦两个字,就是负责任,按时兼法打比喻,你这个儿子是好儿子,能够贺旦你父亲的家业,你父亲所遗留的这个家业,你能负责任负旦起来,如来的家业,是什么家业呢? 立生为事业,弘法为家务,如来出世,就是弘法立生,立生弘法,我们为佛弟子,什么是我们的事业,什么是我们的家务呢? 立生是我们的事业,弘法是我们的家务,你发心弘法,一定要受持起义,读诵启文,你不能自立,如何立人呢?受持,读诵,你得闻这个经,要信心不疑,要多听,听了一定要发心弘扬佛法, 不弘扬佛法,不是佛的好弟子,再世间法,你不是个好儿子,你父亲一辈子的家当交给你,结果你不能住持,你不能发扬光大起来,看家也看不住,你怎么是个好儿子呢? 所以我们都应该负责任,来贺旦如来的家业,贺旦如来无上正等正觉的法,何以故,须菩提,若了小法者,卓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急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 为人解说,为什么这个人,就是贺旦如来的大成家业,最上成家业呢? 因为好了小法的人,他就着了我等四项,我等四项前面讲过有三种,小成人就指声闻,原觉,他把我执的四项空掉了,法执的四项没有空, 这个四项,就是法执的四项,他没有空法执的四项,你叫他去度众生,弘扬佛法,他不发心,急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你叫他听,他也不欢喜听,得闻此经,信心不密,闻此经点深信不疑,闻也要有大成善根,他不听,法华经上有名闻,世家如来要开讲法华经,还没有讲,有五千退席, 有五千个阿罗汉不要听,他们说,我们所作接伴,拒诸佛法,还听啥,都走了,他闻都不来闻,不能闻此经点,他怎么能受识,读诵呢?自己不能受识读诵,怎么能为别人解说呢?所以耗了小法的人,对于《金刚经》,闻都不闻,既不能受识,也不能为人解说,那就证明前面说,若有人能受识读诵,广为人说,他得的福德,不可能, 可思议,他就是赫诞如来大成家业的一个好弟子,这就证明了,因为耗了小法者,做不到这事,下面再说《金刚经》所在之处,物三,约一处显得,须菩提,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之此处,即为是他,皆因恭敬,坐礼围绕,以诸华香,而散其处,在在处处,就是随便在什么处所, 不止这哪一个地方,只要是金刚经所在之处,只要有金刚经在这个处所,天,人,阿修罗,所应恭敬供养,当之此处,即为是他,还是要尊重金刚经所在之处,这个所在之处,就是如来的塔在那个地方,你建了塔不要恭敬供养吗? 你建了金刚经的所在,这地方就是如来的塔,皆因恭敬,坐礼围绕,怎么供养呢?你要发恭敬心,就是一夜要恭敬,坐礼围绕,这就是深夜,要五体投地,要顶礼,要拜这个地方,围绕,还是个礼节 你看其他的经典,见了佛,绕佛三杂,那就是围绕,绕佛三杂,就是个礼节 我们现在上早殿上晚殿,一定要绕佛绕三杂,那就是个礼节,等于顶礼三拜一样 这是个礼节,顶礼了,在围绕那个地方,还要献供养,以诸华香,而散其处,要烧香,献花 这一段要是跟着前文来的,就是第十二分,一切世间天然阿修罗,皆因供养,如佛塔庙 那个地方,把那个经文再重复一下,到此为止,第十五分讲完了 到了第十八分会讲到支剑离项,分个能,分个锁,能执着的叫剑,所执着的叫想,这样把它分个清爽 到了第十七分以后,完全是去除心内的内向,也就是所执着的想 第十五分还在前半卷,已经在这个地方文法上留个伏笔,已经伏在这里 叫你知道以下就要讲能执着的剑,把它去掉了 先看科文,上面乌二,较量文经的功德 这是从第十五分起 第十五分说你能闻到这个经,信心不逆 这个功德就超过前面无量数以生命不失的功德 这是文信的功德 文儿信 悟三,旷显兼说功德 旷显还能书写,受持,读诵,还能为他人解说 兼说的功德 下面讲到丁二,事意详事,分四小科 悟一,约教理显德 悟二,约行国显德 约这个事意就是四小科 前面这两科我没有讲 再补充一下 教理行国是四种法宝 我们皈依佛宝 皈依法宝 皈依僧宝 皈依佛宝 都是什么佛宝呢? 佛说的法不出这四种 教理行国 佛教的一个普通常识 不说同学不知道 教法 礼法 行法 国法 经就是教法 里面有无量的义理 那就是礼法 依着义理来修行 就是行法 结果你有所正德 就是国法 到了悟三 约一处显德 那么第十五分就讲完了 约一处 就是金刚经在在处处 无论在哪里 你都应该供养 像供养佛的塔一样 你们去对经文 因为教理行国 以前好像没有讲过 上次讲忽略过去 这都是纠正补充 丁二 事已详事 分四科 第十五分只讲了三科 第四科悟四 约功用显德就在 第十六分 约他的功用来显他的功德 有一种功用就从第十六分起 能竞业障分第十六 悟四 约功用显德 父次 须菩提 善男子 善女人 受持 读诵此经 若为人清贱 世人先是罪业 应多恶道 以今世人清贱故 先是罪业 即为消灭 当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就是金刚经现在的功用 先消闻示意 再来了解这个道理 父次 须菩提 重复次第 再叫一声 须菩提 就是现在 乃至于到了末法时代 善男子 善女人 受持 读诵此经 谁能受持 读诵金刚经 这都叫善男子 善女人 若为人清贱 金刚经所含的道理高深 功德无量 应该受人尊重 但是没有受到人的尊重 反而为人清贱 清者不重 贱者不尊 不能受到人家的尊重 反而为人家清贱 这个清贱里面包括了很多的逆境 就是不顺心的境界 都包括在这两个字里面 或者你在那里手持金刚经 别人就嫉妒你 或者障碍你 或者说一些不好听的话 或者破口骂你 或者用种种恶事来欺误你 比如你在这个道场天天念金刚经 碰到一个有势力的人 把你赶出道场 这就是用强迫的势力来欺误你 或者用杖来打你的身体 这都包括在清贱这两个字里面 这就是逆境现前了 那么你不要退心 这跟金刚经前文完全不相合了 前文说过 你能受持毒诵 得的功德无量 怎么不能受到人的尊重 反而受人清贱呢 释迦佛就给我们解释这个疑惑 世人先是罪业 应多恶道 造了恶业就是造了罪 叫做罪业 这个业 三界以外叫无为业 三界以外叫有为业 三界以外的无为业不说 单说三界以内的有为业 又分为三种 即善业 恶业 不动业 善二界 他所修的四禅八定 他修的业 叫不动业 他修禅定 单说欲界里有二种 一是善业 一是恶业 善业是福业 修福的 前面七宝不失 生命不失 他都是造的业 造的是善业 这里讲的罪业 罪业就是恶业 他这个人 他前世造了罪业 造了恶业 他应该依着罪业受罪业之音 得了果报 得到哪里 应当剁恶道 恶道就指着三恶道 地狱 恶鬼 畜生 应该剁三恶道 这个地方要了解一下 就是先是罪业 造的恶业 他应该剁三恶道 今生今世怎么转个人 还能念金刚经呢 你应该记着 我们一个凡夫 造善业 不纯净 不纯医 造善业的时候夹杂着恶业 他造恶业的时候 也不纯医 也夹杂着善业 凡夫是个妄想心 妄想心是对着外面的境界升起的 遇到恶的境界 他就动了个恶心 就发动身口 造恶业 也 他忽然间遇见一个善的境界 他就造了善业 这个人造的罪业 他应该剁三恶道 这个罪业的因还没有成熟 他造的善业先成熟了 就是应该转人的这个业 人是三善道 应该转人的善业先成熟 先成熟先转一个人 转一个人 他造为人的善业的时候 还种着有佛法的种子 这个种子也发生现形 就是他能遇到金刚经 能发心受持毒诵 这是个善因善果 那么他在善因善果的时候 应该遭到好的果报 应该受人家尊重 怎么反而受到人家的清贱呢 以今世人清贱骨 先是罪业 极为消灭 这就是金刚经 有不可思议的功用 给他消业的 消什么业 消罪业 他这个人前生前世造的罪业 还没有成熟 再一生就要成熟了 就是这一个人的果报尽了 再一生 他应该堕到三恶道 那么这个人好不容易有善根 发了善心 能受持毒诵金刚经 那能叫他堕到三恶道吗 所以叫做重罪轻暴 受人的清贱 包括嫉妒障碍 甚至于欺负你 压迫你 骂你 打你 这个罪国都受得很轻 比三恶道受得苦 那不算什么 可是受轻的果报 把重报的苦果 转掉了 这叫做重罪轻暴 这就是显得金刚经 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把那个罪业给消掉了 三恶道的果报不受了 反过来还会得大的好的果报 当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当得 就是当然要得到 或者按时间上讲 当来 当来要得到 要得到什么 要得成佛 能得到无上正等正觉之法 能得到无上正等正觉之果 那么这个人就成佛有份 将来一定可以成佛 这就是说 这个人清见你 他可帮了你大忙 第一 他把你三恶道的罪业给消灭了 第二 你可以当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先得到菩提法 再得到菩提果 这个人不是帮了你大忙吗 这就是在佛教里讲 他也是善知识 他是什么善知识呢 叫做逆境的善知识 就像提婆达多 处处极度障碍释迦佛 种种欺武甚至出佛身血 要想把释迦佛打死 到了法华经上 要跟他受成佛之计 佛说 我的善知识是提婆达多 提婆达多是我的善知识 它叫逆境的善知识 我们懂得这个道理 把闻消闻示意解好了 再配着前面第十五分的道理 闻此经典 信心不逆 祈福圣地 我们的心 要死心他地的相信 不可以怀疑 闻此经典 信心不逆 都已经讲过 说你能生起来一念清净的信心 这个就超过了你清净城市 供养百千万亿诸佛的那个福德 一念清净信心 都可以生起十项 那个时间虽然短 他可是清净信心 这个信心我们发生了没有 还不知道 所以那个超过供养百千万亿诸佛的福德 有没有得到 我们还不知道 可是 闻此经典 信心不逆 祈福圣地 这一段经文 可是清清爽爽地说 我们得到了 我们听到这部经 我们信心不逆 讲到哪里 我们信心不移 这个时候 我们得到无量横河杀术的福德了没有呢 一定得到 一定得到 怎么我们现在还是个博地凡福 苦苦恼恼呢 就是了解这个道理的 绝对不要生疑惑 福跟罪是对待而立的 是对立的 有福就没有罪 有罪就没有福 或者是福与罪夹杂起来 或者福多罪少 或者罪多福少 我们要相信我们有点善根 没有善根遇不到金刚经 也不会信心不逆 善根是有的 为什么生到这个末法时代 一定是罪业深重 罪业深重 将来成熟要多到三恶道 要怎么能消这个罪业呢 你就要闻此经典 信心不逆 就能消这个罪业 你再进一步受斥毒诵 再进一步为他人解说 把这个罪业消了 结果就增加了福业 增加有为之福不算 增加无为之福 将来我们一定的成佛 能得到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讲这个道理 就是诸位要看到十六分 释迦牟尼佛说 我们现在当个苦苦恼恼的凡夫不说 还遇见种种不顺心的事情 这就是为世人清见的事情 你死心他地的相信金刚经 以去受持金刚经 读诵金刚经 发心讲金刚经 慢慢慢慢都会转过来 这就是说遇见不顺心的境界线前 你都不要生心动念 我天天念金刚经 怎么没有感应 不是没有感应 有感应 怎么还要受人家的极度障碍 种种这么样的欺误我 他都是来给你消夜的 这就要把金刚经第十六分这一段用上 再讲到下面 释迦牟尼佛会拿他自己的来举例 道远就拿我举例子 让诸位同学相信 我是有点智慧 福报一点也没有 可能前生前世就是个讲经的法师 今生今世还有点智慧 今生今世当法师就是不晓得赔福 就是执着这一点智慧 没有赔福哪来的福呢 所以一点福也没有 好在我碰到了慈州大师 是我的善知识 我不听他的 他非要跟我说 一定要纠正我错误的知见 叫我赔福 这就是我跟同学讲过 在我闭关的时候 他跟我辩论的结果 我也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我还是依着我的知见 我要求智慧 求智慧 我就要把《大藏经》看三年 先看《大波惹经》 结果《大波惹经》少了二百卷不能看 不能看怎么样呢 想研究具舍论 具舍论是小成的智慧经 叫聪明论 看具舍论还没有研究三分之一 得了一个吐血的病 差点死了 吐血病治好了以后 不能看经 一研究起注解 头疼 这一下子 我忽然间才领悟到慈州大师 为什么到官房来看我 可能慈州大师就是现代的活菩萨 看见我还有这么一点善根 来加倍我的 你没有福报 求不到智慧 这是我觉悟出来的 求智慧 你要看经 还是要有福报 没有福报 经不让你看 你研究教理 没有福报 不能研究 从那时起 我就反过来要求福 就要颤嘴 我逼得官房 教阅藏官 看一看教阅 准备看藏经 看三年 结果就改成拜佛念佛观 从官房里出来以后 福报有增加没有增加 不知道 身体倒变好了一点 再拿我自己做一个例证 我得了好的果报 我二十几岁时 是天天病奄奄 要死不活 那么求三宝加倍 让我活到三十岁 我就满足了 到了三十岁 没有死 才去闭关 到现在我能活到八十岁 这是出乎意料之外 我就是现在死了 岁数不能算小了 八十岁了 那三十岁死了 还是个冤枉啊 还是短命而死 现在八十岁了 怎么会活到这么大的年龄呢 这就是授持读诵金刚经 讲述金刚经的功德 把那个罪业给消了 福报呢 一点福报没有 我在大陆上讲经 万佛学院 都是依靠着别人 我只负教务的责任 事务经济方面的责任 我一点不负 我不是不负 我没有这个力量 这就是我一点福没有 讲经人家请我 我就讲 不要我花钱 花钱我没有 办佛学院 我就去办 我不要花钱 花钱我没有 这个钱就是个福报 我没有福报 钱离我很远 所以我就赔福 一点点福不敢舍掉 要惜福 要赔福 赔到现在 在大陆上讲金刚经 算不出来讲了多少遍 到了台湾来 前天人光法师跟我算 可能讲过十二遍了 连这一遍就十三遍 那么 现在是不是有点福报呢 有点福报了 这一回办佛学院 是连经济的责任 都有我负担的 不是光供养诸位同学的法 还供养诸位同学的饮食 这不是现在证明有好结果吗 以前我在大陆上的时候 我不想钱 想钱也想不到 所以干脆不要想 成天没有一个钱 一个同学来 你叫我供养你吃饭 我也供养不起 我没有一个钱 说的太多就打闲诧 耽误时间 我连逃难到台湾来 也是讲金刚经的功德 要逃难到台湾来买个机票四两黄金 我一个钱没有 哪来的四两黄金呢 就有那么一个信徒 他要给我飞机票 我就来了 这不是不可思议的事吗 讲这些话 不是在出卖我的功德 自己供高我慢 我不敢 我是坚定诸位同学的信心 你遇见什么逆境 不要退心 你念金刚经 照样地念下去 每天念一遍 每天都念 你研究金刚经的道理 就尽量去研究 将来可以讲 尽量地讲 广说是经 广为人说 有缘就讲 你看我在台湾就讲了13遍 有缘就讲 这就叫广说 遇见什么逆境现前 你就认为这是给我消罪业的 这是最好解释疑惑的一段经文 讲得太多了打闲差 耽误时间 现在在看着柯文 有缘uan 有缘 我们看这个 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